大家好 我是阿蜜 我們今天去到銅鑼灣 介紹一個午市的日式放題 吃三小時 只是二百多元加一 還有清酒 梅酒 啤酒 任飲 很多的熟食 魚生壽司 帶大家去看看 大家正在看的是阿蜜一常 記得按讚和分享 訂閱和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 我們這次要介紹就是銅鑼灣的極上大喜屋 它亦有觀塘的分店 如果是搭地鐵的話 就去到銅鑼灣站B出口 餐廳位於銅鑼灣廣場一期 在地鐵站走幾步路就來到這裏入口 走到這個位置又扶手電梯上去 再搭升降機上九樓便到了 去到那層的門口位 超級多人 有吃過放題的朋友都知道 大家都是同一時段進去 但是這間都尚算挺有秩序 它有一些圍欄指引大家 慢慢排隊進去 其實都不是排好久 它都安排得很快 跟大家說一下價錢 我們吃的是午市放題 下午12點吃到3點3個小時 星期六日公眾假期是$200 加1 晚市時段最便宜的價錢 由2-300起至$200 加1 大家可以在這裏參考一下 不同時段有不同的價錢 而且它有一個長者的優惠 是做了800折 很快職員就帶我們到餐廳 安排位置給我們 怕是當日只有我和麥太兩個去吃 所以安排2人座位給我們 是比較港式餐廳 一陣子坐在這裏 如果你是六個人去 又可以坐到這些架位 至成一個都幾舒服 餐廳的另外一區十分之大 你看到很多座位 餐廳裝修的風格都比較時尚 行少少日式和西式的配搭 外面拿東西吃的位置 位於整個餐廳的中間 有些飲品、甜品、熟食、湯類、沙拉之類 箭嘴這個位置就是拿東西喝的 另外一邊就是拿咖啡茶和清酒、梅酒 飲品種類也很多 啤酒的選擇已經有很多 加士伯、阿沙基、喜力和黑啤 下面還有些汽水、茶和維他奶 還有些茶、冬瓜茶、檸檬茶 汽水、雀檸 和一些楊協成系列 還有一些汽水、茶類果汁 除了汽水還有手泡茶 之後看看另外一邊自己可以沖咖啡茶喝一下 有熱的清酒、正常溫度的清酒、梅酒和草莓燒酒 除了熱的清酒 其他三款都在這裡沖 熱的清酒就把瓶放在這個位置 它就會倒出來 如果不喜歡喝凍飲品 它亦都有熱的飲品選擇 還有一些沙律、熟米、枝豆、蘿蔔、木耳和中華沙律 還有一些炆豬手 一些菜 酸菜 這個是酸菜魚 也挺特別的 有酸菜魚 另外這個是炆牛腩 羅漢港茶和菊花茶都有 這邊有椰子雞湯 和杞子燉雪耳 這裏有炸日式餃子 張魚小丸子 這邊有小凍海鮮、蜆和蝦 這個區域就是一些水果 還有幾款軟糖的選擇 這邊就是甜品區 它就沒有寫名牌 看到一些泡芙cheesecake 奶凍、豆腐花、乳酪 除了外面的食物 其他食物就可以用QR Code落單 首先是大家最喜歡的刺身類 都有幾多款的選擇 之後就到壽司 三文魚、花枝、暖都有 壽司還有分 火灼壽司、手捲、軍藍、卷物 一品料理就是一些熟食 還有炸物、天婦羅 還有燒物、串燒 另外煮物就是一些飽肚 譬如粥、麵 首先試一下章魚小丸子 它的外表已經煮得很香 還有味道也不錯 裡面有一粒粒的章魚 當然不算很多 整體這個也不錯 日式炸餃子也煮得很香脆 它不會說很乾很硬 裡面的餡料也適中 主要是豬肉為主 這個也不錯 之後試一下豬手和炆牛腩 牛腩也算軟 但再軟一點就好吃 有些花椒八角味 其實味道是不錯 豬手剛才在外面賣相 真的一般 但其實味道也不錯 而且它有些部分也有肉 不是全是肥膏或皮 酸菜魚味道也不錯 但魚我略嫌不夠滑 而且是比較小 凍海鮮的蝦和蝙 我覺得是一般 蝦比較小 但也挺彈牙的 蝙小隻之餘也沒什麼味 我建議都是吃其他食物更好 椰子雞湯 剛才在外面看到 幾多渣幾足料 味道也不錯 不未蒸 之後就試試刺身 三文魚的質素也不錯 挺厚切的 而且它的脂肪分布也挺適中 我吃這塊就沒有跟 尺背挺爽脆的 但我覺得有些少不新鮮 味道正常 油甘魚我覺得挺有魚味 這個也不錯 甜蝦甜味都有 但味道超級好吃 虎蝦刺身就好像泰式沙蝦一樣 它挺爽脆的 但味道偏淡一點 但我也覺得挺好吃 帶子刺身也鮮甜 但鹽不夠大隻 之後就試一下鰻魚和壽司 鰻魚的汁也挺香 而且挺軟的 這個也不錯 三文魚腩壽司 這個真的比剛才的三文魚更肥味 我覺得不錯 蟹油酸飯 背壽司 這個有少許蒜味 還有少許香味 不知道是不是牛油 味道都OK 這個就是鮑魚軍藍 但來到的時候它已經散了件 鮑魚的味道挺不錯 而且挺彈牙的 黑松露尺魚 黑松露尺魚 尺魚的味道比較淡 加上黑松露味 我就覺得有點蓋過魚味 黑松露帶子壽司 帶子也是有鮮味 都是不錯 深海池魚王壽司 麥太太很怕吃到腥味 但它都說這個OK 海膽的手捲比較小 而且海膽的好少 黑椒蜜汁一口牛 這個味道不錯 而且它的牛也挺軟 鹽燒雞翼串燒 和燒比木魚 兩樣其實都不錯 雞翼外面燒得挺香 而且裡面不會太硬 但略鹽雞翼裡面不夠入味 烤牛鯉的味道不錯 不算很細快 而且它的厚度也算適中 不是很厚和薄 但略鹽有少少過熟 燒羊鯉 燒羊鯉是我其中一個要推介的 我叫過兩次 第一次我等了一會才吃 但我等了一會才吃 已經有少少少乾 但第二次它來到的時候 我立即吃的時候 是夠熱和好軟 中間那塊肉是比較多 沒什麼脂肪 但近骨的位置 有少少脂肪 油性更加重更加好吃 所以我建議大家 來到的時候 就立即要趁熱吃 炸蝦天婦羅 蝦比較細 炸粉也比較多 炸鮮奶 外面炸到幾甘香 而且它的調味不錯 裡面也挺軟滑 吃了那麼久 我們先找點東西喝 我就試試這四種清酒梅酒 右手邊帶一隻 就是草莓燒酒 它真的燒酒得來 有少少草莓味 是略帶酸少少 味道是豐富一點的 跟著那隻就是梅酒 味道也正常不錯 帶少少酸 這隻清酒是正常溫度 味道我覺得是正常 最後就試試熱的清酒 熱又有另一種味道 但我覺得冬天喝可能會好些 麥太就拿了個楊協成的菊花茶 不知道是不是很久沒喝楊協成的東西 他就覺得這個不錯 之後幾款食物 我覺得它根本不是日菜 我覺得像中菜多些 首先試一下這個花膠 很大塊 還有它的汁也挺夠味 調味整體都不錯 古法精海龍等和 它根本就用了一個中式的煮法 上高用了一些蔥絲 它還有一些豆泥和肉絲 吸收了醬油汁 是挺正的 還有它用了一個熟油醬 令到整件事更加香 真的好似中式的煮法 這個味道也不錯 但未去到酒樓那種級數 但整體我覺得都挺好吃 之後就是蒸扇貝 它的尺寸不算超級小 我想大約一塊壽絲左右 上高有少許炸蒜和蔥花 下面也有一些粉絲 它也是賺了熟油醬油 所以整件事都挺香 但麥太略嫌它有少許肥 我自己覺得它多一點醬油會好些 這個我也覺得是必食之選 焗蠔上高用了一些像沙律醬去焗的 但蠔很小 而且我覺得有少許腥 然後這個是牛肉烏冬 我也是覺得是必食之選 它小小碗但裡面所有食材都會有 有少許菜、昆布、牛肉、日式魚蛋片 它的烏冬煮得很軟、很彈牙 湯底是少許清 但也夠味蠻好喝的 它的牛肉也不會煮得很熟 你見還有少許粉紅色 整體整個感覺是好不錯 挺好吃 最緊要我給大家看一下尺寸 它真的很小碗 但裡面食材你吃到每一樣東西 剛剛好又不會說很飽 之後就是燒菠蘿 吃過燒菠蘿的人都知道一定不能輸 都是燒得很香、很juicy、很甜 很多汁 這個也是很好吃 甜品我們拿了幾款 但我們不做詳細的介紹 因為我們覺得味道也是一般 物體就說最好吃就是這個燉蛋 上那個有少許糖漿 蛋也挺滑的 薯條我們試了兩種味 都是外面有些脆皮 裡面是雲呢拿雪糕 有一種就多了一些焦糖 好了我們試完這個極上大喜屋之後 覺得它的食物也是挺不錯的 而且種類也很多 我們覺得它大多數的日式食物 是比外面的日式餐廳的質素差不多 不會因為放題是飲食 所以食物質素是差了 而且很多東西都是即叫即整 不會來到是硬乾乾的感覺 有一個驚喜 就是可以吃到一些類似中式的菜式 令到更加多選擇 而且喜歡喝酒的朋友真的很棒 啤酒有很多款 還有清酒、梅酒 價錢也挺划算 下午和晚上都是二百多元 加一而已 而且還吃三個小時 如果吃酒店的晚市自助餐 最便宜我想都要四百多五百多元 起跳 還有很多熱婚的食物 味道都是一般 但酒店就吃到比這裡 多點選擇的海鮮 薄乾 但環境上這裡就不能跟酒店比較 始終是坐得比較擠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的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記得記得一定要subscribe、訂閱 我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記得按旁邊的小鐘 還有follow我們IG 拜拜